牛肉鸡爪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第一次尝试做牛肉鸡爪 尝尝味道如何 这是我买了30个鸡爪 这是买的多少鸡爪啊 买了二斤半了 哎呦我发现你这个是越来越 口呗 确实有点口 把鸡爪清晰干净 然后把这个指甲去掉 我这不行就稍做点嘛 先让你尝尝好吃吧 好吃的爱多做 别不好吃得让你吃醋 放心吧我是不会吃醋的 你就是做的不好吃 我也能吃哈欠 锅中放入晾锅 把鸡爪晾锅下入锅中 放入葱姜料酒 盖上盖子把水烧开 水烧开了后把上面这层浮沫去掉 然后盖上盖子炖20分钟 切这么些个辣椒不怪辣的吗 这个辣的才好吃 不辣不好吃 我可不愿意吃辣椒 我看你这辣椒我嘴子上活呀 你不会烧吃啊 我切点的小红椒 光来也好看 不是 光好看了它不就辣吗 再切上点姜丝和伞木 咱们放在一个泡里就行 做这个柠檬鸡爪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个柠檬的 洗干净之后切成薄馅 稍微切的薄一点 得让它里面能直出来 流口水了 酸的 这个柠檬切好之后 把里面这个汁去掉 要不然它就发枯 把这个汁去掉以后它就不枯了 哦把这个汁去掉就不枯了吗 对得把里面这个汁去掉 它要不吃起来口感不好有点发枯 你尝一个 不行搞酸了 时间到了之后 把它捞出来 放在顶水里顶一会儿 咱再来做个料水 在这个小锅的架上 要一弯夺水就行 哦这是打腕 打腕 然后放上鸡里八角 花椒 还有香椅 把它煮出烟色来 这个料汁煮开之后 管火放亮 现在咱再把这个鸡爪用料水夺清晰上去 把上面这个鸡沫洗一下 把上面这个鸡沫洗一下 然后再把它剁小一点 这样泡入味 你不把骨头夺去了 你不把骨头夺去了 去嘛呀 这个你可多摸一会儿鸭呀 再把骨头夺去了 你不把骨头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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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个大坤里 放在一个大坤里 这个鸡爪温柔的香 这还没调料呢 是柠檬的味 把刚才切好的小米椒 蒜沫姜丝放入里面 再来个点泡椒水和泡椒 香菜 还是真有那个麦香 来点生抽 转上一下拔白烫 再来点香醋 香油 重点来了 把这个切好的柠檬挤一下 再把刚才仿亮的鸟水倒入里面 把那鸟汁过滤出去 带上一次性抽套刷拌均匀 哇 真香 其实再做点辣椒又淋上也更好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味已经够辣了 最后再来上点食用盐 把碗均匀 水妈最后放盐了呀 最后放盐这味才好嘞 哦 还有这个 口感比较好一些 还有这么一说呀 肯定了 好嘞 现在弄吃了吧 我尝一块儿 尝嘛 我尝 咸的还没味儿了 你得演唱两个小时 哦 这两个小时把我颤坏了得 放饼箱里 紧直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你怎么自个吃了 你没照顾我呢 两个小时我不赶紧尝尝了 先给你尝尝 好 可好吃的 行的你别吃了 赶紧让我吃两块儿 快点 我记得带一千 三十块钱 才买那么几个 这个三十块钱买这一大嘴 行的你别录了 赶紧尝尝呗 哦 好嘞 好 可得让我尝尝 尝坏的大方